年底九合一大选进入倒数 不止台面上的政治攻防成为焦点 许多看不见的力量同样蠢蠢欲动 面对花招摆出的会选乱象和红色势力的渗透 法务部长蔡清祥全面布局迎战 除了透过镜头揭露当前最新形态的会选新招 也宣誓会用铁腕行动打击这些黑金势力 这次的茶会会比过去用传统的金钱 或是送礼物的方式来会选 之外还会可能用新兴的 来会选 我们也听过杀猪杀羊 来分送给有投票权的人 来影响他的选举意愿 也有人说我帮你 来服务 来影响投票的倾向 所以我想这个都是各种形态 每一年都会有新的形态出现 境外势力透过各种方法 来影响我们台湾的选举 那这一次呢 我们要如何的来加强防范的 譬如有台商捐助给某一个团体或候选人 或是利用这个宫庙来绑装 这也是我们过去曾经发现过的 最近比较新兴的方式就是 利用网红来 给予这个大币的资金 然后讲一些不实的话 来影响台湾的选举 这个都是我们所看到的一些案例 想知道更多精彩内容与独家内幕 尽请锁定本周五 自由追新闻频道完整版关我什么事 别忘了帮我们按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哦